大家好,我是少英艺术协会王宏宇 今天的成龙讲堂就是讲构图和线条 我们如何要构图和放弃性线条的气氛 将作品更加联系 不会令主题走出画面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一张作品要先找到一些好的线条 做一个主力、背景 或者对人物或者风景有帮助 找到一个线条漂亮的地方 再拍加上一些人物 放在一个位置好 这些作品很容易得到别人喜欢 这个最重要的是 别人看下去不会很灵烈 那些作品有灾罪有灾 无论构图是主题或者是不题 都是很重要的 好了,现在我们开始讲解一下这些作品 我们去到这个越灾越长 越南 这些一定是不能摆拍的 是爪拍的 爪拍之中 我们选取的取材画面 就是把所有的晒乙放在整个画面中 一甲不留 整个画面都是晒乙的乙 再加上主体的人物 主体的人物分布 最重要是有前有后 有立体 而且这一张的人物 是有前景、中景、远景都有人物 也挺丰富的 一个斜线人物 前面一个一路一路一路 一路一路 几个人物 是带动了线条出来的 看下来作品更加写实 兼有罪有散 有时的构图不一定像刚才那样实线构图 其实这一张就有些是虚线构图 那海浪就冲出来 前面的海浪这么崩潭 跟着后面的海浪也是打到很高 再加上天空的云场 天空的云场扯到上面 所以一看这些环境 就要懂得运用那些广角镜 如果这一张你拍剧摄的时间 天空的云场不漂亮 千万不要要天空 可以打横拍到横到 拍广阔一点的海 就可以了 但因为天空那么漂亮 我们就不要浪费了 对不对 无论是风景 写实题材 人物题材 很多时候都是靠图去 把照片发挥得更加完美 就像这一张 两个长期组在继布 平平无期 而且是平无期 我们就用一个鱼眼镜 放在继布的线前面 因为鱼眼 最前景的线 造成一个弧形的效果 放射性的构图出来 所以帮助了一个平平无期的作品 你会觉得 哇!这么有趣 前面的线 那个张力是很足够的 这些就是你用镜头去做出这个线条尾 这个也是同一个地方拍 但是张着完全不同位置 第一,侧角度 两条那些继续线条 是车线的头头 车线 车线向上 这张都其实挺有味道的 前景一个人 后景两个人 一拍拍了 就好像有立体感 如果你只拍两个 就肯定 故事性没有那么强 原谅梯田 这些梯田造品 很多时候 很容易找到梯田的构图 只要梯田构图不要集团 你看前面的构图已经很漂亮了 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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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有云海 云海带动 风起云涌 所以气氛是十分好的 色彩也好 因为后面太阳未照到 所以蓝蓝地色 有冷调 前面有暖调的金黄色 这张照片 色彩也十分丰富 气氛也十分浓烈 接着来给你一张 金蓝的构图作品 这张寺庙的门口 这些寺庙真是很宏异的 你看一下柱都这么高大 全部都有直线构图 你这个位置 也有M字形构图 再加上阳光进来 有些斜线构图 整张作品 就给一些构图 整得美轮美换 加上有人物 经过的已经是很好的作品 这张是去年一月 孟加拉火车节的作品 这张真是幸运 他的作者就是用这个 鱼眼镜 鱼眼镜 把两个火车都拍到 接着想不到 这些孟加拉人 年轻人 喜欢这样跳车 左跳右跳组 做了一个很 很欢乐的气氛 和很完美 这个是视野广阔的构图作品 又是一张 不一定是自圆自有 这张是印度的 王宫 都是很多这样的 拱形构图 再加上 阳光之下 有几条线条 更加准备突出 加了一个人物 已经是 画面写的作品 十分优美 这个印度的寺院 就有很多 这些建筑物的构图 一个个很美 装修得很美 一个拱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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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 阳光下 有争女经过 整个画面 构图 十分突出 在很多的建筑物 我们都会看到 一些实事的构图 无论印度 像现在这张 缅甸和尚仔 有光影 构图有线条 已经是 令照片生息不少 当然要加上人物 没有人物 那张照片就很冰底 由一张 又是 全头 长的影 有光的时间 一条一条的线条 已经是很好的构图 很简单 不用很复杂的构图 这些红土地的作品 经常是因为 我们要捕捕 梯田的S型 的梯田 梯S型 S型 是艺术尾 比较高的 若是平平无奇的梯田 梯田 你的作品就不会突出 真是这些 寺院 它的气势 真是磅薄的 那些储幼大枝 又修饰得很美 加上阳光之下 一个争力 做了一个 脱袍的动作 已经是很好的作品 看一下霞袍的构图 不用说 霞袍的构图 现在这一块一块的紫菜 已经做了一个 很浩荡的 紫菜浩荡的海景构图 这些构图 再加上 两个人物活灵活现 已经将上一件可以了 就算霞袍也能拍摄 霞袍也能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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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就有好作品了 霞袍这些拉面线 我们在台湾拍很多 霞袍也有 这些面线 这些面线 已经是很长 变成了很多 长型构图 在上 也挺特色的 又是霞袍也能拍摄 霞袍也能拍摄 栞袍也能拍摄 那天智菜 那天明天 下天也能拍海戴 那天明天 是霞袍也能拍摄 冬天 北企 晚企 都拍出这些美丽的构图 这张构图你别看它这么简单,它拿了金牌在外国 很简单,黑白照片已经很好了 这个又是一个美图 整个海面都是一格一格的自在 长条形 用长条形的表达 另一个品味 这个又是最出名 构图最出名的构图作品 S1 三沙或S1 学校顶 拍下来 刚刚有一条巷头,中间有一些船 经过,形成了这张照片 构图之中 又有船经过 生息不少 这几张都是夏宝最出名的构图 很多已经拿了金牌 刚刚要有一只尾鱼嘴 请你撑到嘴头 是最好位置的 没得说 这是夏天 夏天水褪 想不到后期会出现一张这样的作弊态 东壁 起了一条 行人天桥之后 那些人就可以站起上天桥 影响到下面 一水褪 金瘫 光影 加上那个人物 已经是很漂亮的作品 又是夏天 亡昏正光的时间 那些人就收工 退了水之后收工 就会有这个构图 这个就是 我们自己发掘出来的构图 然后走下去 水褪走进 紫菜的底部 在下面看 用Y的鱼眼镜 将 这个 紫菜 是 突出成一个 互影的构图 加上我们请这个模特在下面 在下面走下走下 一张新的作品就出来 表现的构图 照片是十分多的 因为那些字圆 它们装修起来 都是已经有很多 拱形的构图在 这一张又是一张 是很漂亮的构图作品 无构图之中 无增生有 这张 我第一次在缅甸的时候 摆拍出来 找五个 我想仔 当日我们早上是一个 佛寺的顶 即是一个高的地方 所以 我们在高处映回来 叫做黄小姐打开挂车 就有五个云影的构图 这张孟加拉的晒布 可遇不可求 这些构图是吗 这么大的晒布墙 竟然 被我们撞到 那天 刚刚晒好了 摊好布出来 我们才能够有 这么大的大景 即是要讲彩素的影 所以撞到好彩 你就很容易 找到漂亮的照片 好像这个洪土地 东村洪土地 也是 它有红色的 有绿色的土地 不同的东西 不同颜色 造成了很漂亮的 一大大大的构图 这一张独视 也是红土地 云彩很漂亮 虚线的构图是云彩 下面是直线的构图 一颗独视 很简单 表现了红土地的特色 这个耶稣光也是一个构图 一些虚线的构图 在这边射下来 这帮助了这张照片的构图 很大 如果没有耶稣光 这张照片就能扔掉 到这个障形厂 我们就要找高位 全部没有三个形构图 是吧 持有厂 那些是肯定一些 豆豉晒酱油 现在的古老行业已经昏微了 可能没有 刚才说过的 金灯 下谱 S型的 浅水中 造出一个S型构图 金灯造成构图 人物已经很漂亮 这张也是五个和尚 每一个长一个 离远一点 这样就有一个构图 这也是无中生有的构图 你看到织网 我们硬把网拉拉拉拉拉拉拉到很长 拉到前面 然后直到放射性 然后将 这个 歪颈 去拍摄 所以造成 在前面的网 是很特别的 图瓷厂最多的 圆形的构图 很重要 所以 一道构图 这个 就是 你们应该 吸收了 怎样去找 找一场 完美的构图 帮助你的作品 现在这个越南的 图瓷厂的构图 真是 比较辛苦 每一个图瓷都是我自己 亲身 将它搬出来 搬到刚刚位的地方去拍摄 所以 一定有光有影 气氛很好 是很高的 图瓷厂没有构图变成虚线的构图 是吧 五个女孩 在这 搬水 一搬 浪花 已经是好的构图 加上她的色彩 丰富 颜色 配搭 这些照片 又是早期很容易得获奖 这个是摆设的 因为 我们在吴歌掘有很多东西要拍的 除了拍其他东西 我们就 希望拍到一些特色的东西 这个是 吴歌掘的 服饰 天神的服饰 我们请了她 她 在吴歌掘四年日之前 烧香 又是吴歌掘的构图 就是用阳光照射入山洞里 在看书 在那儿玩 下面有个曾略药经过 就算在 和黄虎城 我们都可以利用了一些艇 一堆堆的艇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构图 这一张很有趣的 刚好过清早 清早 船夫要开船 拿船的时间 挺髒的 捞垃圾 对了 你捞垃圾 最好 让我们做了一个人品身体 波浪谷 波浪谷也是 很好的构图的作品 可以出售 这些沙丝 左一点 前一点 后一点 也有不同的构图 一般我们找那些构图很漂亮 一定向前桑射性会高一点 又是波浪谷的作品 这些沙丝 是波浪谷的 又是波浪谷的 这些沙丝 又是波浪谷的 谷底有光的地方,谷顶有光位,谷底没有暗光,有线条,泥线条是很漂亮的 羊羊梯田,当有太光射出金黄色的时间,你就会见到,当图一年底舞色的梯田一片光暗,一片光明 羊羊梯田有很多很好的构图,这个多伊树,这个太极位置已经是一个好的构图 加上陈光第一线爆在梯田之上,真是美临美缘 这枝是羊羊梯田,不过很少人在这个时间去,因为六月上已拍到这些收割 因为五月的草没那么漂亮 老虎嘴的构图也很漂亮,全部都是自然射到一个很漂亮的构图 加上下面的老虎嘴 好了,今天我们讲的构图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星期五再见,拜拜